好 马上来关心 当然这个礼拜重头戏 这个双网法说会 那台积电我们非常关注 现在当然这个之前 所有的坏消息 悖观言论都出来了 我想请三位一样 先帮我按铃一下 好 我们台积电今天也是大涨 最坏的情况即将过去嘛 你觉得就按圈 你觉得没有按差好不好 请按铃 好 这个没有人觉得过去 他其实是有声音的 郑权觉得没过去 两位在中立 郑权人 我们来看这个 武建道有一个很有名的 叫出来困 你那天说112断场所 总是要还的 这是我们把过去台积电 每一次大家看这个研究报告 都会告诉你什么 三绿三升 三绿三升 到底哪三绿 我们来看毛利率 毛利率从110年的50%开始 现在已经挡到60%了 盈益率从39.11%升到这边 盈益率都已经到了50%了 那另外的数据纯益率 我觉得我今天不看出来 我们要看的是产能利用率 我先从这两个数字给大家看 60%的毛利率 绝对不是一个合理的数字 那是包括了汇兑的一个帮助 事实上台积电的恒长毛利率 应该在50到54%之间 那这是台积电恒长 所以先还它再说吧 你汇兑的这个部分 先还它再说吧 那第二个 因为产能利用率的下滑 所造成的毛利率的一个变化 到什么地步呢 这是另外一个新闻 我们看到台积电7奈米的产能利用率 传说已经到了5成 那当然是不是5成这个方面 我认为有待于它在这边跟我们说清楚 不过我不但地强调 台积电的好 也成就了台积电的 不能说危险的另外一个风险 为什么 因为台积电最高端的制程 只有台积电有 所以它一直在服务这5个 5个6个最厉害的客户 我们讲过联发科 AMD 英特尔这些 那这6个客户的可怕在哪里 这6个客户大部分 都是这几年 景气影响最大的 包括了PC 包括了手机 包括了MB 甚至英特尔伺服器 都是影响最大的 今天不是台积电做不好 是我的客户就是没有单 我怎么好 而且现在可怕的是 不但我没有什么单 而且我还想叫你移到美国来做 那是一个毛利率 台积电更辛苦的地方 所以我才说 我认为台积电最好的时候 短期要再调整 那在调整的过程中 我也说过了 这不再调整 元月份本来就有长假效应 二月份办公室就变得少 三月份补不回来 所以我认为 所谓利空出境我不再强调 利空出境意思是说 后面没有更坏 可是你现在开法说 说第四季很坏 可是我还要告诉第一季很坏 我要告诉你第二季还要再坏的时候 我认为这一次不是利空出境 要等到下一次法说 那个时候 大家就不会看今年了 因为你看最近有三家公司 同步调降台积电的获利 都在调降 我告诉你12号出来不是三家调降 是12家调降 然后12家调降完以后 等到什么 等到今年第二季开法说 就不会调降了 因为就在看明年了 今年的获利大家就不再谈了 就在讲明年了 所以我说台积电我认为 最坏的时候没有过去 应该在第二季法说的时候 那时候再来说 最坏的时候过去比较恰当 好 所以要等到第二季 那今天上480了 是不是再上来要跑了 短线上你可以看到 台股每次只要涨上去 就有人在跑 我现在就是这样子 一个题材涨不了三天 我是暗示到这边为止这样子 事不过三 涨不过三 游民哥 第一个 就波段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台积电是有机会 再去突破这个之前的高点505 然后就产业的状况来讲 它绝对还没有落底 它最坏的状况在第二季 但是怎么去看 接下来的一个台积电 有一首诗是这样 它说彩石江边一堆土 这个李白诗明耀千古 来来往往一首诗 鲁班门前吊大福 所以今天是两位专家 在他面前我不能谈台积电 这个我谈的话就 所以你要解释 我谈了就拉插了 但是我就提外资现在 在针对两天之后的台积电 它可能提出的几个比较大的疑问 这个四点疑问 第一个的话就是台积电 是不是真的下半年能够复苏 那如果加了美国厂之后的话 它的毛利率 平均毛利率53%能不能维持住 这个也是我想听的部分 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 就是它现在台积电 而且在美国厂这边的成本 是跟现在的一个差距到底有多大 然后在长远上来讲的话 因为现在有很多人 自己都要去做ASIC 所以台积电 现在在高速运算这一块 发展到ASIC的比重大概是多少 贡献的这个营收是多少 然后最后的一部分的话 现在手机单晶片这一块的状况不好 那现在它的不好 是不是有在趋缓 那我想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大在问 但是整合来讲 股价其实都已经在告诉你 大家其实都已经把这件事情 都已经含在内心 那巴菲特在买的时候 应该也都知道这些事 所以我想股票是这样走 就是说我知道不好 但是在不好之前 会不会有一个逃命 那这个逃命的话 它的高点是不是应该落在 比现在更高的一个位置 那既然之前有一个505 那如果以未来的一个状况来讲 假设还没有到最坏的状况 505应该是要被突破 如果505过不了的话 就等于台股的15 152过不了 但是我认为台股的15 152 应该会过 所以505应该会过 至于能高多少 那就看筹码 或看市场的一个气氛 但是绝对不会是在这个时间点就停住 OK 好 不过了之后 你说担心还有个利空 大家要再小心一下 OK 好 曲波 今天都来听你讲台积电怎么办 这个台积电以产业的角度 我刚刚讲今年状况不会太好 主要是以产业的角度 那其中 但是台积电我相对而言 跟三星 英特尔比是好得多 好得多 我想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这个美国的晶片法案 这个美国的晶片法案呢 吸引台积电去美国投资 我想大家都知道 那么很多员工 甚至从台湾签到美国去 那么台版后来也有晶片法案 刚刚我们一开始就讲到 是吸引这个更有台湾 我觉得这是对的啦 主要就是也要降低 它在台湾厂生产的成本嘛 所以这样子就可以拉高 这个美国厂跟台湾厂的差异 那这边有一个重点 对台积电来说 它去美国设厂之前吵得闹哄哄 有人说这个是产业外移啦 去台湾去台化 但是有人说会被这个专业 是不是会被偷走啦 这个人被挖走啦 然后这个都是其实都是会发生的 这都会发生的 然后再来就是刚刚谈到这个 这个毛利会降低啊 这个其实也一定会啊 因为这个美国厂成本高 对这确实都会 但是我个人认为 它去美国厂还是势在必行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 这个分散风险啊 我们常讲分散风险 业界最近都会在谈分散风险这件事 那主要的原因之一 那各位想想看台积电的客户 如果今天跟台积电要求说 我把全部的产能都放在台湾 我有一些疑虑 那你有没有其他选择给我 那台积电能够有什么选择 所以美国厂就是最好的选择 不得不走的路 对这个它必须过去 这也是一个国际化啦 那包含就是半导体产业链国际化 那我们稍微讲一下台积电最近的状况 第一个就是制程的部分 三奈米刚量产嘛 那它这一次量产的三奈米 是这个骑士场效电晶体 那主要这个量产的是N3B 那N3这个之前的这个良率不好 那N3B呢它是良率已经有提升了 所以其实表现的数字看起来还不错 那明年还会持续有其他像N3E N3P N3X N3S 这些一系列的产品出来 那么大家最期待的是N3E 因为N3E是低价的版本 那大家应该也会看到新闻 最近那个 除了苹果买单今年的N3B之外 那个高通跟联发科都还在考虑嘛 那主要原因就是一片金元2万块美金 然后又预期未来手机状况不好 你要不要做这个投资嘛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确实就卡住 不过有一个重点是 至少它的3奈米看起来还算顺利 所以呢 这个未来这个三年 这个台积电持续保持领先三星跟Intel 这个是确定的 确定的 所以我们现在讨过三星那个据约比我们快 良率怎么样 我要强调三年 稍微解释一下 因为这个台积电是在2022年 就是今年这个量产3奈米 去年 对不起 去年刚量产3奈米 但是Intel今年就要量产3奈米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 第一个Intel没有落后很多 这是第二个重点是 到了下一代的制程 就是2025年 这个2025年的制程 我们上次都介绍过 它是用一种新的制程 就是我们刚刚介绍过的 这个环绕杂机的电晶体的技术 所以我稍微简单讲一下 就是这个台积电的3奈米 用的是比较成熟的 中间这个叫骑士场效电晶体 那么三星的3奈米是超前 使用这个GAA的这个 环绕杂机场效电晶体 所以刚刚一开始 庆宜就讲了 三星最近状况很惨 事实上我认为被它拖累的原因 这是原因之一 这个3奈米的GAA 我个人甚至认为 它是很难量产 它的量率要提高是非常困难 我想细节各位可以去取博教室看 我有讲很详细 为什么它那么难做 这个我想是业内的人都知道 我甚至怀疑这个原件 提前做到现在 其实成绩都还没出来 而且我甚至怀疑这个东西 到底能不能提高量率 什么都提高量率 所以我这边有一个大胆的预测 我给一个大胆的预测 我认为三星今年最晚明年 它一定会提出一个新的3奈米制程 改用这个骑士场效电晶 所以GAA宣告失败 也不是这样说 你想想看 它的3奈米只有GAA的话 那客户是不是就只能一直等着它 这不可能 那它的毛利现在状况又那么差 营收又变那么差 所以它一定要给客户一个解决方案 那唯一的方法我已经讲了 3奈米是哪一种东西 那是晶圆厂自己说了算 所以我是三星 我能想到唯一解法 就是先不管GAA 以后再说 我就回头过来说 我有一个FinFET 也是3奈米 那客户可能就会买单 那FinFET我用台积电就好了 对啊 但是我可以用低的价格去抢单 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 各位可以参考看看 今年或明年可能会发生 第二个重点 为什么我强调是三年 因为各位不要忘了 到了2025年 大家都要用GAA 那个时候大家通通可能会卡住 所以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在这个之前 那大概就是三年的时间 台积电肯定是领先他们竞争对手 没有问题 但是三年以后 到了GAA两奈米 大家都卡住 再加上三奈米一片两万块美金 那到两奈米一片 不知道要几万块美金了 那客户接收度到底还有多少 所以我现在在暗示大家 其实是台积电越往前面 它的这个困难度是越高 我们的GAA会做得比三星好吗 你觉得 不知道 现在真的说不准 我刚刚已经说 这个东西良率要做高 我都甚至很怀疑 它做不到 所以 even是台积电 搞不好都做不到 所以不知道 这个还要观察 但是越往前面就越困难 但是竞争对手 其实一直在追 OK 所以我觉得 不管那是三年以后的事 至少三年之内 是没有什么问题 很多人买台积电不止放三年 你现在讲开始担心 二三年后会怎样 我觉得还有一个 我想要稍微提一下 我认为未来这两年 二三跟二四年 比较麻烦的还是地缘政治的风险 因为2024年 美国也要选总统 我们也要选 对 我认为会有不少 美国的政治人物来访台 每一次的访台 可能都会引发 两岸新的这个紧张 就很多人就开始 空中地面什么随行 对不对 对 所以我有点担心 这个会影响到 这些外商公司 我主要不是谈股价 我讲的是外商公司 他们会害怕 那这个其实反而 是比较大的风险 这两年补一下政治经济学 我们也可能会常常聊到 真的是要聊到 好 还有这个半导体 我们现在当然 大家讲上半年打库存 下半年会复苏 曲波这点你怎么看 你觉得是这样子吗 库存打在下半年会接复苏 差不多啦 我认为上半年 库存清完 下半年会慢慢复苏 但是各位可能不要幻想 那个V型反弹 因为我认为 以前V型反弹 都是因为印钞票 这一次没有办法这样印 所以会反弹的比较慢 可能大家有耐性 台北股市监视上涨378点 好 但到底现在看 有复苏的气氛 这个之前你要补充 用久了 库存销完了 当然就会有新的东西出来 只不过这个复苏的速度会非常非常的慢 因为整个看起来没有一个新的杀手机运用 再加上这个消费力上的一个剃减 我觉得大家都在讲说 不可能是一个V型 然后可能是一个长时间内的反转 那我只是觉得最坏的时候可能过去 可是复苏的速度会非常的慢 是否应该会有新的反转 就会有新的感觉 不得可以仍然没再来 那么多个人 现在就会有新的感觉 那是一个人的感觉 有新的感觉 那是什么感觉 对 那么多个人